之後的話,其實就是一個清除、一個串接 那之前我剛好跟各位講過說 之前的那個版本,它不支援中文 可是後來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發現它這個版本的話 現在好像對中文的支援又OK了 所以應該是越來越進步了 有些軟體,剛開始在舊的環境下面 執行中文,像Function 後面的名稱,剛剛本來用買一買二 那當然這個名稱不是那麼好辨識 所以我就把它改一下 那可是喔,特別注意,如果你改了名稱之後的話 請特別注意一下 你記得一定要存檔 存檔完之後喔 還要做一件事情,否則會出錯 比如說原來這裡,假設我改的 原來名稱是這樣,買一 然後,如果我把它儲存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名稱會跟前面這邊的名稱 會不同步 所以喔,你記得還要做一件事情 重新匯入劇集 這個動作如果沒做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你這邊的劇集 跟這邊的ActionScriber 兩邊是沒有同步 所以喔,一定要匯入喔 這個動作沒做的話 那也會執行失敗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新增一下 新增進來,新增進來 那最重要一定要看到這邊有我們改的 如果假設啦 你如果本來買一 要把它改成清楚的話 那當然一樣 就這邊把它選起來 名稱改一下 改成要清楚 那如果你把它改名稱之後 記得喔 最重要兩個動作 一個是儲存 儲存完之後呢 記得切回來之後 在這邊呢,重新再匯入 如果你後面名稱有改的話 記得呢 一定要到這邊匯入 然後把它重新再新增進來 那怎麼確定是有這個劇集 你一定要在這邊看到 這兩個出現的話 才是OK 所以你從這邊也可以執行 有沒有清楚 也可以嘛 然後這邊可不可以執行串接 也OK 那就沒有問題 那我剛剛這兩段程式嘛 其實如果假設你一直出現錯誤的話 我會把它貼到雲端上 就是這個跟這個 那當然你如果實在沒辦法 你可以把它貼過來 我是把它直接貼過來 貼完之後記得儲存 然後記得喔 這邊一定要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匯入聚集 然後出現這兩個 才會正常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這個也是跟那個 Excel不太一樣的地方 不過就是 反正常用摸熟就好 因為像這個環境喔 它也不斷在什麼 進步當中 說真的進步也是啦 另外它功能也不斷換地方耶 所以有的時候 舊版跟新版 還是有點差別 好 那最後做完 當然你可以從這邊執行是沒問題 可是呢 你想說 是這個很麻煩耶 我如果希望執行 我會把它變按鈕 按下去 就可以執行 它會更方便 比如說像這邊 我已經做一個串接 那怎麼樣可以執行 很簡單嗎 按下它就執行了 有沒有 那另外再做一個 做一個清除就好了 怎麼做喔 接下來的話 最後我們今天大概就是把 錄製聚集跟採生按鈕OK 那大概就差不多了 也就是說 除了會做Excel裡面的VBA 聚集錄製之外 其實Google上面也沒問題的話 那以後不管在哪個環境 應該都可以把工作處理得很好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怎麼做 接下來記得 如果你要增加按鈕的話 記得呢 第一個動作 插入找到什麼 找到圖片 更正一下 找到繪圖了 這個才對 繪圖 繪圖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看你想要的按鈕是長什麼樣子 一般習慣是圓角的矩形 所以一般習慣呢 會用這個所謂的圖案裡面的圓角矩形 有沒有 當然如果你假設 你用別的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啦 你說老師我一個笑臉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只是笑臉上面沒辦法打字 OK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那我用圓角矩形 然後呢 你可以拖拉一個圓角 大概多大多小 你自己決定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快點兩下 裡面就可以打字 比如這個叫清除 那你就把這個 這個清除兩個字打上去 另外的話呢 字要置中的話 記得在這邊 三點有沒有 點下去之後 它這邊有其他功能 就會有個對齊方式 找到置中 這可能有些同學 如果沒特別講 會找不到 記得在這邊 有沒有 更多裡面的 這個對齊方式 那其他的話 還有哪些要改 看個人 比如說你字覺得太小 你可以把字放在哪 那如果 假設20號字 如果你覺得字 顏色不好看 你可以變成紅色字 有沒有 甚至這個底色其實也可以改 其他功能看 你如果需要再把它改 好的時候按儲存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按鈕就出現了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怎麼 把它移動到這個下面 那你會發現 其實它還蠻貼心的 上面跟下面的按鈕不一樣大 對不對 如果要調成一樣大怎麼調 其實你會發現 你移到這邊的話 它左邊會一條線 放開就可以 那這邊寬不一樣寬 你會發現它會自己對齊上面 有沒有發現 只要你對齊了喔 它會出現藍色線 那高度不一樣怎麼辦 其實高度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調一樣高的時候呢 有沒有發現 右邊會出現那個線條告訴你 你上下已經調成一樣大囉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兩個大小就會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還蠻人性化的 那只是說你現在點它沒作用 沒辦法執行清除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執行那個清除 很簡單 在旁邊有三點 你可以找到叫做什麼呢 指派指令嘛 那我們這裡不是有 剛剛不是在擴充功能裡面 不是聚集裡面有個清楚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那個名稱呢 打在這個上面就可以了 記得你那個聚集一定要匯入 一定要同步 不然它不能walk 所以這邊把它清除 這樣子的話按確定 就完成了 把它試一下 按一下它 有清楚了有沒有 上面會顯示指令嘛 正在執行 但是呢它有一個地方會覺得卡卡 就是好像會delay一下下 你按一下它 它不像那個isail裡面是按一下馬上執行 它有時候會 因為這個資料在雲端上面 所以還會透過一個時間差 也就是執行會在 server上面 主機上面 然後再把結果丟回來 所以你會發現 有的時候卡比較久啊 你不要覺得它壞掉 其實是因為時間差的關係 OK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做出這兩個按鈕 可以執行結果 所以重點我再提示一下 一 請你把錄製聚集的結果 在那個什麼呢 那個appscript裡面 我是有把它改名稱的 比如說一個是清除是這個 串接是這個 二的話記得存檔 再切回來之後 記得你要在擴充功能裡面把它匯入 如果 如果只要你的 那個action script裡面有變動名稱的話 一律記得一定要匯入 如果沒匯入呢 那你這個聚集就會執行失敗 那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加按鈕的話 記得是插入裡面有個匯圖 在繪圖裡面的話 我這邊是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圓角舉行 當然呢 如果你覺得這個圓角舉行不夠好看 沒關係 你可以試別的 這邊還有很多相關的樣式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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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